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数据 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的视频咱们首先来看 高通新推出的骁龙超分辨率技术SGSR 说的类似于PC游戏中 大家熟知的FSR DLSS这样的超分辨率技术 这意味着将来可以让移动平台的游戏性能方倍提升 让安卓移动级设备的游戏画质和游戏帧数都得到加强 并且在保持原有相同帧率时提高视觉保证度 同时也将有效提升移动设备的续航 比如说让1080p的游戏画质可提升至4K水准 30帧的画面提升到60帧的效果 高通表示SGSR技术是骁龙Elight Gaming系统的一部分 它的开发存在是为移动设备支持桌面级的特性提供相关的支持 是针对骁龙Adreno GPU所进行的装向优化 具体配备骁龙SGSR技术的手机游戏和XR产品 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目前首批手游预告支持SGSR技术的有 实名召唤战争地带溢水航和融结液物间等 而咱们的VR理机作为高通移动设备的一部分 率先宣布支持SGSR技术的则是VD创流软件 将提升原来只能使用中低创流分辨率玩家的游戏体验 并且在使用SGSR技术的同时也能同时开启创流时的SSW选项 两者并不存在冲突 另外就是你能在不重启游戏的情况下切换SGSR的开启或者关闭 不过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如果你的PC显卡是3090以上级别了 这个技术跟你无关 SGSR的技术是为使用低端GPU的人准备的 它能让Potato低中等分辨率看上去跟High和Ultra分辨率一样 如果你本身PC的GPU满足默认选择创流时的Ultra分辨率 那所呈现的Ultra或者Guardelike原生分辨率画质运行会更好看 然后就是VD开发者确认Quest一代的用户无法使用SGSR技术 也就是说至少你的VR一体机的处理器要XR2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1月1日开始 所有实行问我购买VR一体机建议的朋友 我的回答都是如果不急就等搭载XR2卷途的Quest3 其实创流软件本身也是一个VR一体机应用 SoC处理器性能决定了 它作为接收PCVR视频信号容器的规格 更好的处理器除了提升编辑码这方面的效率 还能提高渲染分辨率 而且后续还有未知潜在的如SGSR技术这样的黑科技加持 还是那句话 两年前你都没有想到要买VR一体机 说明天意让你此刻也不要买 现在多等几个月很难吗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数据 VD创流网游戏时低画质的渲染分辨率是1728x1824 中画质渲染分辨率是2016x2112 但是只要你开启SGSR 渲染分辨率都会以2688x2816来运行 那至于具体视觉上的体验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可能每个人的感知提升程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我觉得比起创流 我更期待它能否为VR一体机原生游戏带来实际的加持 按照高通自己的描述 既然手游可以 那原生的VR一体机游戏应该也可以 没理由只是局限在创流网PCVR游戏时 但现状来说 VD的效果确实是不能提升它自己 为启动PCVR游戏时的渲染分辨率 依然还是停留在16x17 如果将来真的能支持VR一体机游戏 我也只能说是谨慎期的 由于SGSR现有的宣传描述里 什么达到防备 都是基于手游说的 考虑VR一体机游戏本身基准线就是双眼来算 比如1440x1580的分辨率要乘以二起 帧率72帧的起始线也是手游一般 30帧的两倍了 所以我的要求不高 多20%的渲染分辨率和稍微更好的看具体效果就行了 接下来看看Meta发布Clear2更新V53的公告 这次更新日子也是有点奇怪的 直接跳过了V51和V52先不说 像更新安卓12这么大件事也是绝口不提 以及我前几天的PTC测试渠道发现的新功能也基本没有提及 而正式V53里主要就这两个新功能之而一说 一个是高级相机设置正式从实验性功能毕业成为了正式功能选项 并且从V53开始录屏支持捕捉立体声道 代表着以后的VR游戏录屏实况 观众也能感知到VR玩家游玩时的音频空间感 第二个是新增了关机前更新游戏 现在玩家在关机时会看到系统提示游戏更新的选项 这将避免了我们经常打开确实图准备玩游戏时 却又提醒你需要更新的问题 要知道带着头衔罚杖等待下载是件很降低游戏体验感的事 很高兴Meta终于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V53的其他更新还包括 QuizPro支持WiFi6E 新的家长监督选项 Quiz2浏览器支持Twitch登录等 那我就不展开细说了 接着咱们来看一名叫做Art from the Machine的油管视频博主 表示自己正在为上古卷轴天气VR 开发一个全新的智能对话mode 它使用Track GPT和一个AI配音工具来进行开发工作 虽然目前的效果上 NPC依然需要15秒的时间才能进行答复 但是他们已经会感知游戏里的时间和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在他们面前的行为 像拿起一个物品 他们也会对你进行一番评论 甚至还跟你讲一段故事 总之就是不再重复原来的游戏开发中预设的脚本台词 同时NPC的嘴型可以做到音话同步 虽然仔细看还是有些僵硬 最为mode开发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咒语 只要进行这个咒语的施法 就能开始跟NPC的对话 然而这个项目要实际使用的话 还有诸多问题 比如普通玩家不可能揭露 Track GPT的API付费使用 起码需要一个本地的LMM语言模型驱动 还有就是如何更自然的让NPC明白 要开始一段对话了 而不是需要咒语提示来唤醒 不过就目前的AI各种开发的进展 一日千里 每天听到AI项目的花哨使用案例 都已经是信息过载了 恐怕未来出现一个原生的VR游戏 自带GPT10类以上级别的AI智能NPC 也不是什么惊奇的事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些MR头显 另一个是R1的最新进展 官方在最近的近况更新视频里 展现了两个比较有趣的MR用力 第一个是你可以直接比出简单的手势 在你的VR画面里 拉开一个小窗口看到现实空间 并且随意掌控窗口的大小 这种快捷确认现实环境的方式 比现在的敲两下 或者需要一个滑融波动来转换 看得去酷炫多了 而且也不需要非得是全局的画面切换 第二款应用是叫RGB Flames 主要提供给开发者使用 这个应用会同时开启两个小窗口 显示左眼和右眼的透视画面 开发者可以调用实时的每张画面 导致到OpenCV等开发工具 做更多的操作 而且他们强调这些透视画面 能做到几乎零延迟 所以关于Linx R1 我之前说过 它是我认为的真正第一台 一体彩色MR一体机 并且产品设计思路 独立于国内供应链方案之外 可惜只是小公司出品 即便到现在 他们都还没对众筹者 完全的进行产品发货 而对于我们这些 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还是只能希望今年 亏零三能在MR功能方面 切实的做一些经验的进步出来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的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的 LinVR载入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